好,我们今天新闻发布会之后的专访继续进行 刚刚我们采访了许总 请许总介绍一下今天新闻发布会的主要内容和许总的一些想法 那今天站在我这个身边的呢 这位是许总的partner,是李总 那么李总来自何方,是何许人也 还是请许总来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刚才在介绍了我们瑞与达基金的加拿大基金 今天是我们加拿大基金的成立发布会 那我们大概一个月以后呢 会有一个瑞达基金的美元基金也开始成立 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个李总,刀森李,李德顺先生 他是我们瑞达基金的美元,瑞达美元基金的一个合伙人 那么李先生呢,他来加拿大都有31年了 那么他是加拿大人,目前呢,现在是在美国工作 在美国做投资 那么他也是我见到的在美国投资的最成功的这个中国背景的投资人 那么他在美国呢,已经投资到超过7000套这个多层公寓的投资 那么现在让李先生来介绍一下他自己 谢谢,大家好 首先祝贺许总的瑞达基金今天正式启动了 我是李德顺 是Benny Max Investment Group总裁 我们公司在美国成立于2013年 五年多来,我们在美国主要投资是multifamily 多单元出租公寓 五年以来,我们一共购买了7000多套 为投资人带来了非常好的回报 许总的美元基金发布以后 这个基金会有大部分都要投在美国的房地产项目 我们会是许总在美国的投资伙伴 我们感觉非常荣幸 祝愿他的基金取得很大的成功 谢谢 好,谢谢许总的主编 那我们也希望许总在美国的这个事业发展 和许总的这个 李总 李总在美国的事业发展和许总 绿达公司的这个基金 那这个公司 我们这二者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合 然后将这个我们的这个许总的基金事业推到领端 谢谢各位 谢谢